重要物資台灣就有角色 而這些重要物資裡面 包含供應它生產的像晶片 那晶片呢 一般的消費型的晶片 車用型的晶片 大概各國 有些國家都會做 可是高端的晶片用在5G AI 軍事武器 導彈精準 衛星的晶片 不好意思 全世界台灣講第二 沒有人敢講第一 控制在台灣跟韓國手上 而台韓都參加制裁 所以當它不出貨的時候 它根本沒辦法生產 這些高科技的武器 而這一個對俄羅斯 目前的產業是有 有致命性的傷害 那這也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中國不是它的bodybody嗎 那中國為什麼不供應它 可見中國也沒有 中國也沒有 這些高科技武器需要的晶片 這個是台灣的國安 台灣的護國的系頓 所以當 中國的習近平 跟這個拜登 在視訊會議的時候 加上在羅馬開了七個小時 雙方外交人員的會議的時候 其實那個不叫開會 有點像是美國向中國下警告 你 我們有情報知道 你要送哪些東西去俄羅斯 你只要一動 我可以告訴你 第二階的懲罰一定有你 這個後果你自己考慮清楚 然後中國就回去那邊講 沒有啊 我們是人道啊 我們要送民費啊什麼的 不敢去犯這個條 因為這是全世界的公怒 而最可惡的是台灣的特定的人 包含中國國民黨 我甚至要點他的黨名 新華社的稿你們都不用檢查 是假的還真的嗎 當拜登跟習近平這個通話當中 重點在講烏克蘭 裡面講到台灣的時候 美國的新务正式的發言 其實只有一段而已啦 就告訴你 我們堅守 我們原來對台灣的承諾不變 堅守原來的原則 其他都沒有講的 結果新華社就發明了一個什麼 四不一沒有還是什麼東西的 就發明一個 好像反對台獨 不支持台獨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對 那個是新華社 硬捏造出來塞進拜登的話 而拜登那邊國務院 馬上就發聲明說 我們談得到台灣就這個 就是原來都不變 那都不變的狀態下 新華社可惡嘛 新華社本來就在搬弄是非 製造假消息 OK 台灣有兩個 第一個是國民黨的 應該是國際部吧 黃建生那個單位 馬上跟上來說 國際事務部 他是國際事務部的主任 原來也是學者嘛 馬上出來講說 你看拜登都表明反台獨了 台灣要小心 然後呢 統派媒體馬上跟進 全部呢 叫做新華社來函照刊 可是快樂 真跟假有這麼難辨別嗎 那個是很好查的 我請教一言之 貴黨不太可能 分不清楚什麼是真新聞 什麼是假新聞 你們這假新聞真的搞不清楚嗎 如果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要不要更正 要不要道歉 你自己怎麼看 因為這很難判定 就是說他們到底有沒有談這個部分 因為兩邊 我跟張宇嫂兩個碰面 然後我講說有講這個 張宇嫂說沒有 那到底是 誰是講真的 有白死黑事 你真的幫幫忙 那些發的聲明 因為他沒有直播 他並沒有全程直播 所以你並不知道說內容 請問國民黨為什麼就相信新華社的話 不相信拜登的話 這個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國民黨的立場都捍衛中華民國 我們是很害怕台灣忽然宣布獨立 所以當然我們看到比較對我們有利的 你們反對台股 跟習近平一樣的論道 我們都不要再討論 不是 我們反對是 我現在問你的問題是 拜登跟習近平見完面 白宮這邊就告訴你 我講的台灣就是現況要尊重 反對任何改變現況 新華社加油天觸 加了一個什麼 事不亦無益 請問國民黨 為什麼拜登講的你不信 你們相信新華社的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說各說各話我接受 你各說各話 你為什麼只取那一個 這就是各說各話 因為我覺得 我們當然覺得說 因為我們反對台獨 所以中美好像有一個共識說 反對台獨 我們當然就會覺得說 因為你們反對台獨 所以要跟新華社站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獨 還是要定義一下 我們的台獨不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獨 包含中華民國 人家在反台獨 你們跟他反台獨 當然是他定義 要不然你在台灣 你在反什麼 反你們自由嗎 不是 我們改變了台海現狀 反對台海現狀 反原是這次我不讓 因為這個事情很過分 也很嚴重 美國說沒有 根本講的內容不是這個 新華社 中國的文宣 中宣部 說是這個 國民黨現在跟著 他們的論調 然後你現在論點說 因為我反台獨 所以我們就取他那一塊 因為你們反台獨 所以你們就取 新華社的立場 當你們的立場 是這樣子嗎 他們沒有什麼立場的差別 他們是詮釋的問題 那我們只是利用 這個機會去重生 你超越我的理解力了 因為民進黨也常常這樣 有跟沒有 怎麼沒有立場的差別 民進黨也常常解讀 我們的一些話 就是說我們是親中 我們是舔中 其實我們也沒有 不用再繞到那裡 我只問你在這件事情 是一個國際的談判 眾所矚目 主題是烏克蘭 次標題是台灣 影響我們2300萬人的安全 美國告訴你說 沒有 我們沒有講什麼 反台獨不談 我就是談這一個 State Court的維持 譴責任何單方面去改變現況的人 新華社 中共的中宣部 只管的官媒 加了一個四部一無異 你們國民黨 正式的黨官拿來發言 統媒跟著用 你現在告訴我說 沒有啦 他們各說各說 他們兩個根本是南援北側 第二個 你們為什麼只相信 新華社拿來當你們的立場 白宮講的你們不相信 為什麼 白宮也沒有說 他沒有講那句話 他白紙黑字上面就沒有 我們兩邊對話之後 我們各自會表達我們的內容 但是他們並沒有互相打臉 他只是表達他的重點而已 所以你難道說美國有講說 因為我們支持改變台瓶宣 我們支持台灣獨立 他也沒有這樣子講 問一下公正的第三方 問Tony聽不聽得懂 你講什麼 我只是accept白宮出的report 對 裡面寫的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main point 兩個人談話的 重點在哪裡寫出來了 另外一個他們有談沒有談 我是不曉得我不在 可是我就看 白宮announce說 我們談了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的agreement或disagreement 美國說OK 我們不喜歡unilateral change of status quo 不需要改變現狀 同樣道理 一邊改變現狀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白宮寫出來 關於台灣 觀眾朋友的確看一下 白宮跟對外的聲明年頭 就知道到底談了什麼 而且回到一個邏輯 已經說了千百次千萬次了 台灣需要獨立嗎 台灣需要宣布獨立嗎 台灣本身就是一個主存獨立的國家